概乎就这些啦,我刚刚改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名称改动 这个名称是这个参数啦 叫做Table Destination的参数 这个叫参数的名称 后面这放什么参数 那意思就是说我将来要把那个 我的枢纽分析表放在这个A3的位置 其他还有就是那个工作表名称 重新命名 那有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物件名称指向 就是要Active 我试一下这个按F8 主航跑应该会有下签 F8 当然这个前面是检查 因为都没有了 所以它就是新增之后重新命名 然后呢再放在A3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位置 我这边指向是A3 所以你会发现枢纽分析表 它的位置一定是从A3开始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将来不要放A3 因为A3上面都空的啊 我不要那么空我放A1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没有问题啦 只是说因为它有时候预设就给你那里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不能动 没有啦 那以后甚至你可以放很多个报表 在同一张工作表里面 可以啊没有问题 那可不可以放很多图也没有问题 你自由安排 甚至像一个仪表板 你要怎么放 有点像一个战情室 整公司 其实老板最喜欢就看图 马上知道说公司的业绩 哪些产品销售状况最近是最好的 一直往上一直往下 还是怎么样 反正它就会随时去调整它的策略 那不是最好吗 可是问题要有人去做啊 怎么做 其实就是这个啦 OK 接下来的话呢 建那个底下都一样 底下这个是录制的 反正就枢纽分析表的那个 先值再列 然后把102、103隐藏 那底下啦 我是建议各位慢慢可以看 如果可以看懂 以后自己写OK啦 如果你看不懂没关系 你暂时把它用录制的也没关系 OK 反正呢 至少比土法炼钢一定来得更快 OK 而且更有效率 好 做完之后 接下来来看图 那图的话还记得吧 我们画一个折线图 也满简单的 基本上动作没几个 还记得吧 油标放在这个枢纽分析表上面 然后我们点击什么 点击这个分析 这个有没有 枢纽分析图嘛 然后找到折线图 然后有节点这一个 然后把 其实主要做哪些动作 这个名称换掉 然后这个图例把它取消掉 然后把它放在你想要放的位置 比如放在D1这个地方 宽多宽 高多高 你再调整一下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录制的相关的细节 一样我会把它放在云端白板的 这个枢纽图 这个应该是第几页 第十四页 那个名称的话 我先把它复制 复制起来 因为等一下打这个 叫历年窃道折线图 然后呢 我变更它的字的颜色 字大小 要不要出几次 然后怎么改 接下来的话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其实就是用录制 录制的话呢 先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叫枢纽图好了 枢纽图 OK 好 把它盖过去好了 因为这个之前 我刚刚已经做过了 把它按确定 如果你NG 假设失败再重来 也是一样把它取代掉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一样游标就放里面了 然后枢纽分析图 折线图 然后有节点 还有资料标记的 按确定 OK 第二的话呢 位置大小 我看你就不要调整了 反正我们待会会教各位 如何透过这个程式 去调整它的位置 跟调整它的大小 那如果你录制的时候 它会记录你那个 滑鼠的位置 其实反而不容易去做修改 所以那个部分你不要动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加上去 假设我把它放大 比如说我先移动好了 移动到哪里 移动到D3好了 然后大小 宽度你也可以从这边调整 但是你想说老师 那将来我要怎么 透过程式来调整 待会会讲 接下来把这个 上面的标题名称 变动一下 贴上一下 然后并且把它的字的大小 字的大小就是 常用里面的字改20号字 然后颜色改成红色字 出题好了 OK 然后并且把这个叫涂例 涂例的话呢 在VBA里面叫Legend 把它Delete掉 有没有Legend 这样就完成了嘛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让它重复做一遍 这个把它Delete掉 先把它这个开发源停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可以删掉 我让它重跑一下 书牛图好了 其实你现在执行 它会被执行 它会出错 为什么错呢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一样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 假设增加一个图 它预设会给一个名称 叫什么图表 刚刚是图表2 现在应该是图表3 所以如果假设你执行 它会出错 所以我建议的话 这个地方 如果你执行出错 你把它停止 那改的话 主要有几个地方要改 第一个的话呢 一样把这个上面的名称 Delete掉 然后呢 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上面 我这边有一个 简单的注解 第一个的话 第一步叫 新增折线图 那在那个VBA如何新增折线图 其实主要是透过一个物件 叫做Sharps物件 前面其实也有一个物件 叫做Active Shoot 有没有 这个前面有用过 Active Shoot指什么 目前工作表所在的位置 帮我呢 增加一个图表 就增加一个图 所以以后你要绘图的话 在那个VBA里面 它其实是这个物件 Sharps物件 配合一个方法 叫做Active Shoot 后面加一个数字2 Active Shoot 那后面的话 其实它预设会有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 实际上就是你要画 哪一种图 OK 那底下的话 跟各位讲 其实你后面 你可以逗点 其实我跟各位 这个底下有没有 应该是这个第三行开始 这个是 它要把图放哪里 有没有 这个是Labs跟Tub 这个是坐标 我是建议你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我先把它注解好了 那这个的话是宽多少 高多少 有没有 这个是Wis 这个是Height是高度 所以其实这两个参数 其实也可以拿掉 那如果你想说老师拿掉之后 那我要怎么去设定它的位置 跟它的宽跟它的高 其实主要你可以加在哪里呢 加在AdChart2的第三个参数 所以逗点 后面的话呢 你可以给两个参数 就是它的位置 比如说我希望呢 那你们可以参考云端 在白板的第14页 其实这个地方呢 我如果要放在D2 比如说我想要把这个图呢 就帮我摆在D2的位置 D2在哪里 从这边D2 D2是它的左上角位置 你其实可以跟它讲说 我从D2的Labs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特别注意 坐标只会抓它的左边 跟它的上面 所以有个Labs 跟一个Top 所以呢 我就会有一个坐标出现 那我们可以参考这一点 其实这个要打 不要花时间 我直接从这边 有没有 从D2 Range D2的Labs 跟Range D2的Top 然后我直接怎么拿来这边 其实加在哪里 加在这个 这个 的后面 这个是它的坐标 那接下来的话 它多宽 多宽的话呢 你可以逗点 第三个参数 等于是1234 第五个参数的话 一样 多宽呢 你也可以拿这个来 这个除旋格的 宽 后面加一个点Vis Vis的话 就是它的宽 Vis出现了 那其实指的是什么 这个宽 那我一般习惯 我把它乘以10好了 乘以10意思说 我要10栏宽 豆点 那多高 一样 我拿这个好了 这个储存格 当然你拿别的储存格 也可以啦 OK 点HIGH H1 怎么会出现 然后呢 要几列高 那我要 干脆乘以20好了 好像比较好气 所以也就是将来 你要绘图的话 这个地方呢 你其实是可以 给坐标 给它的宽 给它的高 直接把它加在这边 就OK了 那这个是 一个简单的一个技巧 OK 所以哦 我们刚刚呢就是 设定它在低二 然后宽 来源的话呢 就是这个范围 就是 我从这边呢 的枢纽分析表 帮我绘示一个图 然后接下来的话 它的什么 Title 底下的话 就是它的 它的那个 栏位名称 然后 这个地方可以改一下 我是建议啊 你可以改成这样的写法 取消图例 那就拿这个来 来说 OK 那记得 因为底下这样 它原来的写法 太复杂了 我是建议 你可以改写 类似像这样 甚至这个都不用 这样子 OK 好 这样比较精简 就是 Active 这个什么 Title 给它一个名称 就是 历年的 折线图 然后 字的颜色 红色 红色的话呢 你可以用RGB R的话就是 这个红色 绿 蓝 原则上呢 255 表示最大 就红色 其他没有颜色 字大小 20 有粗体字 OK 所以这个地方 是设定它的那个 这个标题 然后要不要图例 Hat Selection 等于False 不要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改完之后 基本上 大概原来改完 类似长这样 你们可以参考 云端上面 我把这个先删掉一下 OK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1F8 执行 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它就画出来之后 刚好放哪里 放在第二的位置 OK 然后几个宽 十个 几个高 十篮宽 二十列高 二十列高 好像太多了 把它底下 OK 那你这边可以增减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来源给它 这个是不是已经设定过了 OK 把它跳过 然后再设定它的那个title Active chart 等一下我把这个先 把它重Round一下看看 确定一下 Active chart 有时候 有时候 你如果用F8 足行 它会出错 OK 所以Round出来结果 就大概长这样子 OK 所以最后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两个 结合在一起 所以最后的话 你如果希望 一次 两个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Sub 叫例年 切到折线图 然后就扣什么 一个 枢纽表 一个是枢纽图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删掉 假如说我两个扣一起 那就把它执行 它就产生一个枢纽表 然后顺便把枢纽图也绘制出来 好来 请各位试试看